直到昨天,王大爷同样是在起叶的时候,仿佛闻见了楼道里有一股怪味。 王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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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爷。 那忧怨的哭声,他们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惊吓,于是拨通了110。 诶,那后来呢,派出的人发现了啥? 大宝觉得薛法医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卖出什么关子。 快到了,你们去看看就明白了。 薛法医皱了皱眉头。 看薛法医的表情 我知道今天又该用上防毒面具和香菜了 果然 穿过熙熙攘攘的县城中心 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那一小片青砖小楼 现场的位置很偏僻 所以并没有惊动太多的围观群众 楼底已经停了十几辆警车 一条亮黄色的警戒带 将探头围观的王大爷他们搁在外面 我们一踏进楼道 那种狐狸精的骚臭就扑鼻而来 多年的法医经验告诉我 这味道正是腐败尸体的尸臭 还没上四楼 这味就已经弥漫了整个桶子楼 可想而知 那一具尸体会是什么模样 外面虽然晴空万里 这背扬的小楼里却十分昏暗 楼道里的深空灯闪烁着黄光 把我们一路照上了四楼 很快 我的猜想就得到了印证 当我们爬上四楼的时候 看见了脖子上挂着相机正蹲在楼梯口呕吐的技术女警 看到那一堆呕吐物 我顿时反了口算数 走上四楼的楼道 那股尸臭显得更加刺鼻 几个狠简员正穿着胶鞋戴着防毒面具 在大门上刷着指纹 薛法医从一旁的塑料袋中拿出几个胶鞋递给我们 穿什么 不然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 我接过胶鞋 但没有急于换上 而是好奇的探头向门内看去 我没有直接看见尸体 这栋桶子楼的结构很简单 每一个门进去都是一个单独的房间 互相不连接 现场位于四楼正中的一间单间内 修计班班的防盗门和尤其已经基本吊完的木头门 都被派出所民警撬开了 房间内苍蝇横飞 现场房间内摆设很简单 一个简单的灶台 东墙附近摆放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饭桌 西墙附近放着一台冰柜 最显眼的还是房子正中间的一个铁笼 是的 就是那种装野兽的笼子 笼子当中 隐约躺着一滩黑乎乎的东西 上面白色斑驳 第一眼望去 笼子里空空如也 再往下看 正是一具已经高度腐败成巨人观的尸体 因腐败而产生的大量腐败液体 浸湿了尸体的衣服 加之尸体膨胀 皮肤和衣服几乎连成一体 染成一色 根本看不出衣服的外形 而那些斑驳如动的白点 是密密麻麻的蛆 腐败液体已经流出了铁笼 几乎半个房间的地面 都被那绿色的液体覆盖 无数只蠕动着的蛆虫 在绿色液体中拼命的汲取着营养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 穿着就有安全感了 穿了之后 至少不用担心驱虫 会顺着你的鞋子 爬进你的裤管 那股无法抵御的恶臭 肆虐着我的鼻孔和嗅觉神经 我下意识地揉揉鼻子 赶紧推了出来 开始换胶鞋 戴防毒面具 竟然有了这个龙的存在 而且死者是被锁在龙的当中 那么肯定是起凶杀案件了 薛法医的声音 偷过防毒面具 减少了不少分配 我没有支撑 戴好橡胶手套 走进了现场 通往中心地带 腐臭牢笼的路上 几乎无处下脚 虽然我无意杀声 但是每次落脚 都能听见驱虫在脚下被碾碎的啪啪声 我绕着铁笼转了两圈 这是个长宽高 都在一米左右的铁笼 侧面有扇门 门上挂着一个巨大的三环锁 我指了指门上的索 问身边的林涛 你看看这上面能刷出指纹吗 啊 有的 但是残缺指纹 没有坚定价值 一旁的狠简圆插花 我摇了摇头表示可惜 接着问 那其他地方能刷出来吗 房间的东西太少了 我们正在努力 啊 你忙你的去吧 我去帮他们 林涛左右看看 发现没有能够放置勘扎箱的地面 于是干脆把勘扎箱 直接放在了已经刷过 但没有发现指纹的饭桌上 我蹲了下来 里面的尸体 怎么才能弄出来呢 啊 已经派人去消防队借电锯了 直接弄开锁就可以了 我点点头 皱着眉头 观察着笼子里的尸体 隆重的尸体 头部靠在一侧栏杆上 下肢全曲着 面部已经看不真切 几乎完全被蛆虫爬满 不断的有蛆虫 从尸体已经干瘪的眼眶 和张着的嘴巴里爬出来 仿佛是尸体正在流着眼泪 吐着什么 尽管防毒面具隔绝了俯仇 但目睹这一幕 还是让人头皮发麻 笼子的另一面 栏杆上仿佛沾染着一些喷溅状的血迹 但因为腐败和栏杆的秀迹融为一体 观察不真切 这是句难事啊 大宝伸进手去 拽了拽尸体的衣服 外面穿的是一件西装啊 我点点头 担了担尸体头挺 掉下了十几条蛆虫 嗯 看头发也知道 是个平头 那你说 是这人死之前在哭 还是这人死后有别人在哭呢 看来大宝一直很纠结 那个传说中很诡异的哭声 反正 不会是这个人死了之后哭 我是坚持科学论断的 哭声什么时候被听见的 可以通过调查得知 哭声是他死之前 还是死之后发出的 对判断犯罪嫌疑人很重要 所以这个人的死亡时间很重要 大宝点点头 继续看着尸体的状况 我也只好边等电锯 垫在房间里夺步 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发现 正如横简原说的 房间内除了冰柜灶台 其他的物件非常少 说明房间的主人 也只是在这吃个饭 睡个觉 我走到冰柜旁边 发现这是一个老式的冰柜 是向上双开门的那种 看冰柜跪脚 辅捉的灰尘 可以判断这台冰柜已经摆放 这里有好些年头了 看来这是房东的物件 而不是房客搬进来的 我摸了摸这台冰柜 发现冰柜的压缩机还在工作 整个冰柜在微微颤抖 人已经死了很久了 估计凶手也跑了好久 但是忘记关闭这台冰柜 我一边对大宝说 一边掀起了冰柜的一扇门 冰柜里一个结了双的人头 张着一双眼睛瞪着我 我先是一愣 然后吓得接连倒退了几步 撞在蹲在龙边的大宝身上 可能大宝注意到了 我的面色铁青 怎么 那 我指着冰柜一时头脑空白 欲无伦次 大宝看看我 又疑惑的看看冰柜 站起身来走到冰柜旁 打开冰柜的门 哎呀妈呀 看来大宝比我的胆要略大一些 他没有被吓蒙 这 这还有一具尸体 此时我已经回过神了 回头对其他半民警说道 有意外发现 冰柜里 是一具已经冻成冰棍的男尸 他蜷缩着 仰着头 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 可能是冻了有些日子 尸体的周围都结了厚厚的霜冻 和冰柜 必粘连在一起 几个民警想合力把尸体从冰柜里拽出来 却把尸体连同冰柜一起提了起来 没有办法 只有断电后等着尸体能够融化一些 调查清楚没有 我定了定神 重新蹲下来 捡起了一只蛆 那几个证人 听见哭声是哪一天呢 你怎么结巴了呢 大宝就这毛病 别人一结巴他就结巴 吓得 我说完 转头看着侦察员 戴着面具的侦察员干呕了一下 眼神里充满了 对我把他叫进屋内的不满 是上个月24号 25号两天 26号就没再听见哭声了 我算了算 24号距离今天正好12天 一般苍蝇会在尸体上产卵 在这个季节 两周左右 营卵就能发育成蛆 然后钻进附近的腐败液体或者尸体内 再过两周 破永成瘾 现场地面没有银壳 这里的蛆 应该是第一代蛆虫 大宝从我手上接过 已经被我掐死的蛆 凉了凉 根据这个季节 蛆虫的生产速度 这么长的蛆 应该是已经生长了10天左右 也就是说 24号 死者就在这里开始哭了 26号之后 没听见哭声 因为他已经死亡了 我有个问题 林涛在一旁 你说这人为什么一直在哭 而不是叫喊呢 肯定 肯定凶手在控制他呗 敢喊就宰了你 大宝做了个恶狠狠的姿势 你知道是他哭的 还是冰柜里那个哭的 我朝冰柜指了指 关键是哭啥呢 林涛是最迷信的 他说道 你们说 会不会真有个女鬼在哭 杀了人还假慈悲 你想象力真放肚 不如你去写精通小说的 林涛用屁股拱了我一下 险些把我拱倒在蛆虫里 我瞪了林涛一眼 你在这里忙吗 一定要找到什么啊 我去兵器馆了 那个 尸体能脱走了吗 我和大宝合力把兵柜里的尸体 拖进解剖室里的画动池 按照正常的解冻速度 两个小时之内 这具尸体就可以被检验了 于是我们又重新面对着这具成巨人观模样 散发着恶臭的尸体 衣服已经被膨胀的组织撑满了 无法用正常的手法脱下 只能用剪刀剪开取下 死者穿着的一身形头倒是价值不菲 加在一起至少超过万元 哼 是个有钱人的 这裤子得好几千块呢 哼 有用吗 大宝指了指 裤裆里满满的黄色粪便 掺了大便一样恶劲 大脚便失禁 那多见于颅脑损伤和知悉性窒息 可是头部颈部都没有损伤了 薛法医这么说 我没吱声 一点点的分离开颈部肌肉和头皮 因为尸体软组织腐败 肌肉几乎都变成了黑色 绿色的腐败液体 浸染在肌肉和皮肤之间 我用纱布擦掉腐败液体 你看了又看 确定这个人生前 确实没有遭受致命的机械性损伤 只是右侧大腿 外侧的软组织确立大块 大宝凑近看了一眼 尖叫道 靠 这是死后形成的刺猎损伤啊 不会真的有女鬼吃人吧 我被大宝吓出一身冷汗 倒不是担心有什么女鬼 而是因为现今变态识人的报道 也不少见 我赶紧用纱布擦干了软组织 缺损的部位 用放大镜观察了一番 就这个吓人 看着牙印 是小牙印 显然是有老鼠在啃尸体 唉 那就好 那就好 不过 全身没伤 怎么办呢 死因没法确定啊 薛法医开始打退堂鼓了 可以说尸体高度腐败 所以无法捡住死因吗 我摇了摇头 翻动尸体的腹腔 开始整理死者的肠子 此时 腐败尸体 粪便加之肠道的臭味 已经击破了薛法医的忍耐极限 他满头大汗的戒掉装备 逃出了解剖尸 大宝看看薛法医的背影 比医的摇了摇头 我笑着说 哼 忍耐极限和酒量一样 是要靠锻炼的 死者的胃里是空的 有弥漫状的出血点 肠道几乎也没有一点实迷 知道他是打死的了吧 我转头问大宝 大宝点了点头 指着死者裤装里的大便 哼 指牌不进 饿死他呗 我点了点头 凶手是看着死者 极度饥饿 虚弱 加之过度脱水 休克死亡的 哎 我就想不明白了 一个大男人 怎么就能这么轻易的被塞进那个笼子 然后活活的被饿死 都不叫喊一声呢 凶手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会是个有枪的人 当然 没有枪弹痕迹 我也只是推测 也有一定道理 不然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控制住一个大男人 何止是控制啊 我拿起死者的左手 而且死者还乖乖的把身上的财物都交给凶手 什么 大宝也凑过来看死者的手 你这么容易就判断出了案件性质 凭什么说这是一起侵裁案件呢 你看 我用手直抹了一下死者的手腕 虽然死者的皮肤已经膨胀了 但是在手腕这里 还能看到一些褶皱的硬痕 呈规律状 明白了 手表 不仅是这里 中指的根部 有皮肤颜色的改变 可能生前这里戴着一枚戒指 也就是说 死者可能自愿的摘掉了手表和戒指 交给了凶手 这么强大的控制力 只有枪械才能做到 大宝想了想还是不放心 于是切开了死者手腕脚踝的皮肤 确实 死者生前并没有遭受过任何约束 仿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 可人 他总不会是被人用枪逼着 从县城中心带到这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来的吧 那他在路上有很多机会能逃跑啊 我低头想了想 不考虑那么多了 说不定是熟人的 熟人心才 有必要那么复杂吗 还饿死人家 我没在吱声 开始用电锯 锯断死者的齿骨 毕竟 明确死者的特征 寻找到死者的誓言 才是尽快破案的方法